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 人均生產總值在八百年突破一萬美金, 更加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香港列入先進經濟體, 成為亞洲最主要的貿易港口。 在那個年代,可以說是只要你肯努力,便遍地都是黃金。 所以當時的人都格外注重自己的行頭, 連許冠傑也有一首歌專門說當時的人有多重笑依著。 而為何當時香港的洋服店金星恒呢? 就要由殖民時代講起。 香港作為中西文化教會地,洋服製作歷史悠久。 不少上海裁縫在戰後五十年代來香港, 在皇后大道中、灣仔、北角、尖沙咀等開設洋服店。 除了客人可以去到店鋪度身訂造, 師傅也提供上滿服務。 當時的洋服可以分為廣東工和上海工。 前者製作時間比較快,只要一天就可以起貨, 但是後者就講求用料,剪裁要貼身。 往往都要三至四天才可以完成一件西裝外套。 所以當時更有單吊西這個詞語, 來笑那些沒錢買一套西裝的人。 除了比較富裕的本地人會訂西裝之外, 當時不少正要名人來香港, 都一定要做一套西裝才肯走。 連當時的旅遊小冊子都印了不少洋服店的資料, 讓來到香港的士兵或商人, 最快可以找到適合的洋服店。 最出名的例子, 就是有香港洋服大王之稱的張活海。 他是中環開的洋服店, 曾經為荷里活巨星馬龍伯蘭道服務, 明星可以說是享譽中愛。 隨著時代發展, 手工洋服除了要面對快時尚的挑戰外, 人手青黃不接, 亦是行業要面對的問題。 今集香港製造, 就帶大家看看, 由傳統洋服店製造的西裝, 和一般快時尚店的有什麼不同。 今天來,請你看看這兩件西裝, 你可以看看哪一件美麗, 哪一件美麗, 哪一件一般。 我現在可以跟你說, 我自己查看, 應該會是這件, 會漂亮一點的。 對, 因為我看到它, 其實, 我可以摸得它, 這個, 因為我看到它有很多細緻位, 如果你翻海的衣服, 來看的話, 你會看到它走線的位是複雜一點的, 而且, 你會看到它, 很多摺駁位, 你會看到很多是用了很多線, 去做一個更耐用的走法。 然後, 還有整體上, 看上去, 看上去, 整件事的剪輯會漂亮一點,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骨, 那些會走掉一些暗的模型。 有很多人在這裡。 這位同時, 我先打開它, 我先打開它, 這個好像是手作東西來的, 應該是嗎? 是嗎? 它簡直是有一個, 它簡直是有一個, 你會看到它可以出的嗎?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它簡直是有一個, 裁縫的名字, 嘩! 你可以看到我剛剛說, 它們的細節位, 穿上身的人一定會感受到, 那個, 裁縫, 出來, 為你做了什麼特別的, 我相信這件應該會比較貴一點的。 這個, 我是不是可以打過去嗎? 為什麼只有七個字, 一個電話? 因為這個, 其實是以前, 它是軍營, 然後幫那些英軍做制服,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採訊, 那我的電話還是七個字。 哦, 那它應該很久歷史了, 這個應該是, 可不可以幫我, 弄一件這個? 看來這位同事, 果然有眼乾, 院士陽服領先一分, 不知道下一位穿球衣的同事, 又會怎樣選呢? 在我的左手邊, 這件比較貴一點, 因為你看到Cutting, 還有那些袖口扭, 已經是有分別的了, 已經是, 因為我看到布料, 究竟布質已經是有分別了, 例如你看到那個袖口扭方面, 因為我看到這件, 就是三個, 這件呢, 就是四個, 所以如果是四個的話, 就比較正規一點, 英式的西裝, 三個那些, 就會比較現在時尚一點, Casual一點, 所以你看到我左手邊那件會貴一點, 還有那個袖的Cutting, 薄的Cutting, 都有很大的分別, 哇, 不要看這位同事, 天天穿球衣上班, 原來連西裝的三個扭, 和四個扭的分別都說得出, 港燦西裝又贏一分了, 我覺得好像灰色這件漂亮一點, 因為我自己就比較喜歡這隻布料, 它有一件一件, 就好像漂亮一點, 而且就這樣看Cutting, 我看這個, 我不知道尺寸是否不同, 所以有影響,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修身一點, 是的, 其實我不太懂得看西裝, 因為其實現在都很少接觸人, 是穿了整套西裝, 就是除了上班, 沒有近距離望距離, 我自己看電影, 就有看一套特務片, Kingsman, 然後我那時候就深深眼, 他們穿西裝的樣子, 因為很英式, 而且他們都有一些不同風格的西裝, 那時候我就覺得, 一件貴的西裝, 可以令到一個人穿得很挺身, 好像整個身形很漂亮, 但是我喜歡這件灰色, 是因為, 我覺得它的肩膀位, 那個位, 我不知道它是否, 就是特意車城, 好像凸起一點點, 那我猜吧, 穿上去它的肩膀, 應該是會更加利落, 更加出, 就有一些修型的, 即是修了它的肩膀的感覺, 那這個就, 好像比較普通一點點, 就很直接穿了那個人的身形出來, 這樣, 我想問貴多少? 一門就一萬元, 就一套細裝, 就是全人手續的, 因為它現在還有一個技術, 是現在方間很少用, 它裡面有一塊叫做, 薄的東西, 其實它就是, 決定一件西裝平衡的身形, 那現在外面呢, Fast Fashion的那些, 就是通常用膠水纸的, 但是人手做的, 它裡面的薄, 它是自己用針線去跳的, 那就, 挑食不同的 pattern, 就同過西裝平衡一點, 是啊, 我摸到厚度, 其實是有分別的, 現在你說完之後, 看來貴的東西是有貴的道理, 遠視洋服勝出, 既然一眼就看得出, 手製西裝漂亮那麼多, 但為什麼現在洋服店開始色眉呢? 一件適合新的西裝, 對第一印象又重不重要呢? 我覺得是挺重要的, 例如, 現在可能出街, 就是香港天氣, 很難穿西裝, 但是如果你那份工, 或者你見工也好, 怎樣也好, 你穿完整套西裝, 他給人的感覺都是尊重一點, 而且我會特別欣賞一些人, 在大熱天時, 還穿完整套西裝, 然後我就會覺得他這個人, 是很有尊重人, 還有很有責任感的感覺, 又問這位穿球衣班的同事的看法, 在之前更早的年代, 是會自己買布, 買完布之後, 才再找裁縫去做衣服, 還有我自己, 想回我自己, 早十幾二十年前去見工的時候, 都會穿到整套的西裝, 不知道大家又會不會捨得付錢去做西裝呢? 怎樣說呢? 可能我們叫做, 本地的宣傳, 沒有什麼, 或者, 沒有那麼容易接觸到, 本地的裁縫, 其實我覺得可以, 如果加強一點, 他們的宣傳的話, 我覺得在香港, 應該會更開心。 而曾經是英軍軍營, 任職採訪的阮師傅, 就為我們講解一下, 香港洋服的變遷, 和示範一件首造的西裝, 究竟有多少工序? 我叫阮幫冠, 做了洋服已經55年了, 現在在大館, 處理了這間, 叫阮雪洋服。 如果真的要去了解西裝這件事, 它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歷史, 不同的風格, 和每一種不同的縫飾, 都有它們自己的意義。 已經有很多變化了, 不過就是, 藍裝的變化, 不過是一個很長的時間變化, 變成可以適應到那種裁展, 都要跟著每一個潮流的時間, 但要去改變自己。 而師傅也分享了一位客人的故事, 去認證西裝潮流的改變。 這位朋友的律師, 在英國讀完書回來, 他看到Suffer Road的Taylor很漂亮, 就問我做不做到, 說沒問題, 你要Suffer Road, 在我來說, 很輕易的事, 回到來做給他, 做給他之後, 哇,你真的做得很好手工, 賺到好不得了, 但是在90年代那個年代, 西裝是流行闊身的, 是很闊身的, 所以他做完出來之後, 拿到回家的寫字樓的時候, 女孩子, 她的秘書也好, 她的同事也好, 個個都拿了一個時裝的感覺, 說, 哇,你西裝做甚麼? 扎了幾十個馬, 然後她覺得, 她英國Suffer Road是這樣的, 但她都受不到, 那些女同事, 那種每天, 明明明明明明的感覺, 最後第三天, 她都頂不住, 拿回來, 都叫我放回, 闊身她, 就是這樣了。 雖然袁師傅知道, 正宗英式西裝的展裁, 應該要Feed like a graph, 但度身訂造的西裝, 其實一切都要以客人的需求為先, 除了要貼合客人的體態, 還要去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 從而去建立客人和裁縫之間的信任。 基本上, 客人不用說, 我都已經做了客人要求的事情, 你或者是領要貼, 這個一定要, 是不是? 就, 你show 多少衣衣袖出來, 其實說真的, 是每一個客人因人而異的, 我們做一個好的裁縫, 是要配合客人的思維, 不是我們會告訴你, 你應該得一寸袖, 得半寸袖, 得不得袖, 我們的責任, 這些長度, 是解釋給他們聽, 你想怎樣, 哪一種放在你身上是最美的, 我們會公平這件事。 所以作為客人, 進來做西裝的第一步, 就是要溝通。 當然, 我們先介紹一個款, 給他們知道, 問他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因為做西裝的人, 有些要求的時候, 起碼我們溝通的方式, 會快很多, 和他們亦都可以告訴他們, 他要什麼, 然後問他們要什麼材料, 是給什麼方式用的, 講他們上班用的, 我們就給他們上班用的材料, 給他們看, 有些活動是需要特別一點的, 我們就給他們一些特別的材料, 其實是各式其式。 談好之後, 講好了, 就開始量身, 首先我們量身, 我們量身就是量身的習慣, 量身的肩膊, 量身是量很多不同的尺寸, 肩膊, 袖, 這個就是看他人的企法, 跟著他領, 看他的肩膊高低, 他人的企法, 很多樣東西, 其實我們一邊量身, 一邊就是觀察他的身形的變化, 上圍, 中, 下圍, 跟著長短, 基本上一件衣服, 我們已經量了, 足夠給他的材子用了。 提師傅又要量手臂, 又要量領, 但是過程呢, 全部都不用用紙筆記低。 師傅, 所以你已經記得了他的尺寸? 記得了, 剛才我說的, 肩膊18寸半, 就長25寸, 前後空拳很平衡, 都是16寸16寸, 上圍41個半, 中間38個半, 下圍42, 加上條嶺, 16寸, 就已經在腦裏中了。 好厲害嗎? 習慣性自然。 雖然已經量好尺寸, 但是不代表這樣裁同樣大小的布出來就可以, 還要加入師傅當年的展彩。 所以, 量完它之後, 我們就分析了它前空和後空, 哪些地方, 你需要多放些材料下去。 說就容易, 但這就是我們的經驗, 如何在裁展的時候, 是將我標準的框框搬走它。 所以我現在畫它的尺寸出來。 所以我的裁展, 是很藝術性的。 很抽象式的。 除了在度身的時候, 要預留適當的布料, 令展彩更貼身愛, 原來, 烏衫對一件細裝也很重要。 重要的, 其實一件衫做工七成, 要燙衫要三成的。 一件衫衫看得漂亮不漂亮, 其實就是你的燙衫的功力夠不夠。 這些痕, 如果能夠燙得走它, 我們裁東西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個痕在這裏。 還有, 因為有時候, 很多時候, 未必是兩樣都要拍齊的。 大部份都拍不齊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 先把這個痕先燙走它。 其實這些嚴格來說, 全部都是工場做的東西。 不過我這麼多年來, 都把工場的衫衫放在舖面上。 所以我們舖面, 比較上是會亂少少。 因為, 其實工場很多東西, 譬如毛泡, 或者很多這些東西, 他們都不在工場那裏, 不在舖面那裏擺放。 一擺就亂了, 其實。 但我們, 挺享受這件事。 師傅, 我看人家, 通常都是剪了一張紙出來, 才再裁。 但為什麼你不需要? 其實, 真真正正上海工那年代, 師傅是不准用紙樣的。 因為他用紙樣, 是被一個框框框住了你的。 但大部份, 現在學的那些, 都是學院派那些。 我們由學師那年代到現在來講, 如果你有紙樣那些, 就證明你不會裁。 所以我們全部都是有個, 記住一個程式, 和記住一個變化。 在財財下, 你發覺, 這樣做, 那你就要變化。 做裁縫是一個很靈活的行業。 所以, 我們有一句說話, 叫做三個裁縫像, 一個諸葛亮。 而師傅獨特的裁法, 亦都體現在香港人, 靈活變通的一面。 如果你再收腰一點, 如果身形再漂亮一點, 我可以再收多一點。 這樣已經裁了前面了。 這個就是三個前身來的。 三個前身中, 這個位, 其實一拿出來之後, 就是我們掂的領位, 這個就是前身本身的兩顆扭位。 這個就是袋, 上面的袋位。 這個就是前身的腰部。 這個就是後身的腰部。 再配上後背, 再配合起來, 整件衣服, 就是這樣做一個配合。 在配合的時候, 就要看它站成怎樣, 而決定調整一下, 幫它調整一下, 哪些位置最好, 這個身形再更漂亮。 等於我或者腰部, 其實可以退上一點的時候, 令到它的修飾更漂亮。 腰部更漂亮。 這個就是我們的功力。 就是這裡。 不少人都說, 一件合身的西裝, 就應該可以穿一輩子。 但是不小心肥了或者瘦了, 那又怎樣算好呢? 有些材料在這裡, 我們試身的時候, just in case, 或者真的有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材料給我們去退。 所以這些是我們留有一手的。 是客人有時突然間, 他有什麼特別的要求的時候呢? 這個位置我們叫做走盞位。 這些來講, 就不能走盞位。 這些就是我們真的做好時, 我們再變一變, 怎樣去另一條腰, 再做更漂亮。 每一件事都要相符相成, 這樣去變化。 那這裡呢? 扔回轉。 現在這件衣服, 是不是呀? 這裏就是一個襪子。 再加上後面那一幅。 不要拍我身材了, 哈哈哈哈。 開玩笑而已。 那變成了, 前面有很多樓。 加上這邊就是那件西裝, 其實就是這個型。 整件西裝來講, 是前身, 加上後身, 加上四個袖。 那全部就做好了。 可以不用紙樣, 就做到貼身的剪裁。 這份功力的背後, 其實是來自師傅年輕的時候, 是英軍軍營做軍服的時候的磨鍊。 我們叫Millage Cut, 就可以令到腳下面的位置, 可以更加靈活一點處理。 就是剛才我畫這個位, 這個前面的握。 前面握著那個。 是的,這個腰位。 它要強烈一點, 我們將它, 現在這個我做強烈一點, 比正常多一點。 就是要收起來。 但是收起來。 讓它看起來更好。 讓它看起來更好。 更好。 你看到我車的時候,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其實我把裡面下面的材料, 拉橫一點。 外面的材料更鬆一點。 這樣就變了, 它就不會走得那麼緊要。 這個技巧來的。 這個。 好似人家起樓一樣, 慢慢慢慢慢慢。 那時候有很多architects, 很喜歡看我做事的。 那剛才我打這些線釘呢, 就對回這個位置。 就對回這個袋位。 這樣就有一個痕跡在這裡。 我們習慣了, 我們叫做兩分骨。 在下面那邊, 我拉一拉, 在上面那邊。 那車的時候, 兩邊位都要慢慢對行。 學識就是對行。 學識就是, 不是平鋪直術的那樣的車。 所以, 就是為何這麼喜歡用那個 架水貼完之後, 它貼到是, 你直接脫不了的。 基本上前身已經貼完了。 回到那邊, 我們叫做推門了。 這就是推門的最主要原因。 這就是推門的最主要原因。 將它變成好像一塊一樣。 一塊一樣。 一塊一樣。 它躺了。 所以現在, 它來到就是, 慢慢慢慢傳給它, 就是這件事。 除了躺衫的功力很重要之外, 一件美制西裝, 最重要的就是手製的泡。 前身。 前身。 其實躺, 為何要這麼重要呢? 其實從外面的那個 姿勢, 相符相成。 為何我們說真的要打一些空渣, 這些位置如何拉, 拉到它有少許圓圓的位置。 就是這個那麼重要。 你外面做到怎樣漂亮都好。 你裡面的那個位置, 你都要配合。 都要。 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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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肩膀, 就可以穿上身了, 差不多可以。 現在就是組裝。 現在在組裝。 我們的名字叫東瓜。 好像東瓜, 沒有頭沒有頭。 做完東瓜之後, 就到做影響一件西裝, 油無氣勢的肩膀了。 功力就從我開始來。 第一,肩膀, 你怎樣去做肩膀, 我們是要, 為何那麼線釘那麼重要呢? 我完全是跟著線釘去走。 一路骨, 我不是就這樣, 鋪來那麼簡單的。 其實, 我會將它, 有少少將後面的這個位置, 做多些料, 放些這些下去的。 看到嗎? 我們開始放些料下去的。 為什麼要這樣放些料下去? 那道理其實就是, 當你後面, 如果跟前面都那麼緊的時候, 前面那塊料會扯起了。 融水, 我們這叫我們的融水, 就是很重要, 就是將衣服的肩膀, 靚與不靚, 貼與不貼, 其實融水很重要。 自然。 而師傅說, 有不少裁縫都是這個步驟做不好, 最後放棄了這份工作。 而做完融水之後, 就要再進行燙衣的步驟。 又很視乎那塊料本身的反應。 要拿點漂亮的料, 又不可以融太多了。 要用少一點的。 普通料, 你又可以融多一點。 所以, 誰教我這些? 就是經驗? 是經驗來的。 你要和那塊料交往了很多年, 我告訴你, 你都未明白。 縫好了兩邊肩膀後, 當然不少得很重要的內餡。 這對呢, 就叫做肩膀。 外面有很多人, 一對肩膀就走天下。 但是肩膀不能上上下下。 譬如我斜肩的, 如果我用這些肩膀, 我就不漂亮了。 拿回一個角度, 那兩吋幾位,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我下了那麼多時間, 本錢下去了。 嚴格來說, 這些是我們的商業秘密。 因為如果你交給工場, 工場不會和你那麼執著去做那些位置。 安裝號檢棉之後, 就可以安排客人進行第一次試身。 剛才所說的, 開頭的腰位。 腰位這樣去。 為什麼腰會走出來呢? 其實就是因為它這邊薄低。 如果我佔回這邊這張薄, 那就平衡了。 對不起! 那就平衡了。 下一步就是拆掉它。 譬如我現在覺得, 你右邊的肩位不好了, 我便把右邊的肩位, 那邊再修飾修飾。 但現在這個Fitting, 都沒有東西改了。 那沒有東西想改? 沒有。 你看來沒有東西想改, 唯一就是, 右邊那個位置, 我幫它怎樣去處理一下。 處理完之後, 穿上身, 根本上它已經沒有東西改了。 如果你的Fitting, 做了很多次, 都搞不定客戶的話, 基本上, 客戶到穿衣服的時候, 一定會出事。 但我們沒有這回事。 通常就是一次就可以了。 那一次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煩呢? 節省時間。 節省時間。 但它有節省時間, 我又節省時間。 而且, 也將我們的水平拉得很高。 而為了節省時間, 袁師傅就研究了一套 獨門的方程式, 去記錄客人的身形尺寸。 收息之後, 我們就登記, 就是我的方法。 那就不用用 paper pattern 了。 留了之後, 將來它真的再穿的時候, 那個紀錄就是那樣東西。 一件壽工西裝, 工藝繁複, 而快時尚的興起, 令香港洋服業日漸消沉, 只得少數可以生存下去。 而且現在, 很多客人, 你看一下, 穿西裝機會越來越小。 所以, 他們現在, 跟以前一個人來到, 可能一年做兩三套, 現在沒有這支歌唱五仔。 做一套半套, 我們已經覺得很開心。 做好一件西裝, 大概要四星期左右, 客人除了可以選擇面部的材質愛, 還可以選擇一些有趣的內襯絲。 除了有名人欣賞袁師傅的手藝愛, 不少外國人都會特地來香港幫襯他。 訪問當日, 就有一位來自英國的客人, 來找師傅做西裝。 這位客人更加興奮師傅, 代表他們家族的蘇格蘭菌。 這位客人更加興奮師傅, 代表他們家族的蘇格蘭菌。 好, 我現在已經演繹五年, 然後, 從前七上八年以上, 現在已經成功了。 我會回答你。 對,謝謝。 大請, 好。 謝謝主能。 對,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再見 經常接觸不同客人 令縣師傅學習到如何用剪裁 去修飾不同的身影 客人有個問題的時候 是我們的責任 如何跟客人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身形的裁展 當然不是100%我們能夠解決 但我們會盡量將自己的經驗 和告訴客人 我們如何動作、如何裁展 便會將你這個問題消失了 入行過半世紀 不知縣師傅如何定義一件好的西裝呢? 在Bundle Glass來說 我們叫做Feed Like a Graph 就像一個手套戴上去 我們經常走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思維 就是在想如何將客人的身形 包裝得最好 這就是我們不斷地在裁展上改變 不是說如果每個人走進來都是魔徒身材 他走去買都可以,不用光顧我了 所以師傅一直以快、靚、靜的手套 聞名於各個客人 記住我們在軍部做的時候 其實很密集式 叫我們做一些不同的品類的東西 如果我每件衣服都好像人家 又想、左想、右想 想完出來又做不到東西的話 根本上我早就被軍部踢了出來 所以我們的方式做任何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會很注重、拜、靚、正、交給別人課的時候 我們有一句俗語叫做 泥水佬開門口 過得自己、過得人 你說說就容易 但你要在整個過程做到這件事的話 而且我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思 有時我們睡不著覺 去想,都是在想如何安排每件事 而今年年過七十的袁師傅 依然每天十一時就回到店鋪 堅持為每位客人度身做衣服 有時測試一下就忘記了時間 連回家的尾班車都錯過了 問到他為何要堅持在香港人手做西裝 他就說 質素的控制 你要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在控制的財展 這麼多年來 為何我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出品呢 你看到我很少洋服的人 像是左老闆這樣說 是做了四十幾五十年之後 還在自己下一個球去做的 而且我越做越有興趣 等於你那天來到 你看到我又幫害人 人家連一個手袋我都幫他的 或者他有一些裙子也好 甚至乎有些你難以置信的狗的衣服也好 我都會盡量幫他想 但你記住 當你想得通的時候 你會幫你在某一天突然間有些西裝來到的時候 或者有些問題的時候 你其實知道怎樣解決 這個就很重要 除了成本高 花時長 現在亦都越來越少人知道 原來西裝可以本土訂製 因為現在他們 這些年輕人 因為他們不知道西裝原來是可以做的 很多都不知道 我們希望 告訴他們 這個世界 做的西裝 是比你買的西裝漂亮很多 只不過他們是沒有真正正正嘗試過 甚麼叫做西裝 那種感覺他們都不知道 原來他不知道 原來我可以自己叫長一點 或者我的袖子可以要短一點 原來他們不知道有這件事 所以我們都覺得 有時候我們的同行也好 都要有一個責任 是解釋給年輕人知道 讓他們知道甚麼是可以做的東西 這個很重要 袁師傅亦都分享了 過往香港洋服究竟有多聖狠 很久以前 我們學師的年代 我們做很多越戰美軍的生意 亦都做很多外國人 因為我做酒店那班 他們很多來到香港 真是為了找一個好的裁縫 而來香港也有的 所以他們來到香港特留的十天八天 或者那三十天 是故意為香港這個裁縫做生意 這是一個好的裁縫給他 是不同層次的 經歷過最輝煌的年代 袁師傅表示自己很幸運 可以找到一門適合自己的手藝 我很感恩 我做到這麼多年一行 我可以養大子女 一個裁縫開店 這麼多年來 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的東西 我很感恩我這麼多年 我又可以將自己所學的東西 和所認知的東西 傳給別人 別人做不到的東西 我可以做到 師傅你都做了這麼多年 你有沒有想過 我都有點累 想休息一下 沒有 我越做越精神 所以其實 不要說什麼 我真的受了風球 我都回到來開工 沒有客人 所以我很感恩 我這麼多年來 我都是自己默默地去做 去想 剛才問什麼 我有沒有忘記了 那你有沒有留意過退休 真的沒有 不是 曾幾何時 曾經閃閃過的 不知為什麼 那個時候 或者子女 每個人都出生了 你出生退休 但是我覺得我坐下來退休 和我上班 我覺得我上班很開心 很多 所以在我的字典 應該沒有這個字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